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第二讲的讲座 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有人在陆续的进来 我们再等多一分钟 昨天的讲座大家都反馈说深受启发 今天呢也是会有一位成功案例家长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一些启发 大家不妨喜欢想要记下来的呢 可能有一些关键点可以做一些笔记 自己写下来或者是用手机记录下来 然后可能对于特别是对于一个男孩子 日后的RDSA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这位家长他会详细的去分享 这个Ryan同学他是个男孩子 他当初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个过程的 所以有蛮多很不错的内容可以听 所以大家可以想着可以记录一下 有一些重点 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欢迎大家参加第二奖的美术DSA分享会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嘉宾 首先我们也再做一次声明 这次的分享会的内容都是供大家参考 嘉宾的分享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观点 美术的DSA不是全都适合每个同学 请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具体情况具体考量 那么今天分享的成功案例是 2019年通过RDSA进入Victoria School的Ryan同学 那首先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唐老师 本科毕业于卢美油画系 说是毕业于清华美原油画系 然后从事多年的美术教学 教学经验丰富 辅导过多名漫画大赛的获奖者 还有多名DSA成功的案例 我们这三奖的分享今天是第二奖 是Victoria School一个男校的一个美术DSA成功案例 那么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来分享2019年的成功案例 我们来有请嘉宾雅丽 Ryan的妈妈你好 你好唐老师 大家好 对我叫雅丽是Ryan的妈妈 非常感谢唐老师和邱老师 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两年前申请DSA的过程 希望希望这分享给大家 就是多一点信息 其实因为我想每个孩子的经历什么的 都会有不同 而且这两年因为因为疫情 其实也是具体的也是有一些变化 就嗯对 那么我们就从Ryan学画画的经历 开始分享吧 嗯因为参加这个讲座的家长 大部分都有一个超级爱画画的孩子 那么让你开始分享吧 嗯好 那个Ryan他对他小时候就就非常喜欢乱写乱画 然后我们家在他上小学之前 实话实说我们的我们家的墙全部是给开放给他的 他是可以在墙上随便图图画的 因为当他画了第一天之后 你就知道已经毁了 早晚是早晚是要重来的 所以就就干脆就干脆不管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他就非常天马行空的 就真的什么 简直是没有什么束缚 那他真正真正开始学画画是就非常有幸 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唐老师 大概那个时候 大概那个时候Ryan小三吧 就有一个机会认识了唐老师 我们就他就去那个才是真正开始学画画 他反正一去了就就非常喜欢上唐老师的课 当时唐老师在工作室之前 唐老师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教室 非常非常近 他在那边跟了很很短的一段时间 唐老师就就搬去乌兰了 我们就从此开始了奔波 每周要从单兵一班去跟去乌兰 然后他大概就是我们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其实真的对DSA什么的完全不了解 只是孩子挺喜欢学画画的 而且那确实是能让他比较静下来的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就是特别爱动的一个男生 我就觉得他能他能坐那一个钟头 我就特别的开心 所以就就单纯的只是想画画 然后当我们开始想说 听说这个画画还有一个还可以DSA这个选择 可能也就差不多到小五了吧 然后刚好对昨天昨天分享的那个嘉宾 他们刚好比我们大一年嘛 那个唐老师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经验了就就来跟我们讲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就知道我以后以后每次画画的那些 画的比较好的作品要开始慢慢的收集 就是当然唐老师和邱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都会每次孩子画的画 他们都会他们都会拍照整理 然后然后分享给家长 如果不是那些画 我真的小六要教宝佛六可能都拿不出来那些作品 那个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这里画个重点 小五小六的作品不能丢 对对对 要保存 对因为我在这一方面我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因为当时我教DSA作品集的时候 就是好多都是邱老师帮我找的 他当时拍的照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好的整理 他很多只有邱老师的照片 并没有画 所以我到去学校面试的时候 我是拿不出来那个就是那个作品本身给老师看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 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准备DSA是就是更是有备而来的 就比较有目标了对吧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可以稍微幸运一点 没有可能也没什么关系 但Ryan从小三开始学画画 其实他一路都是 就是你们每周从淡宾尼跑到乌兰 一直也是坚持着风雨无阻 每周都来 对对对 也是因为一直看到了他有这方面的潜力 所以就一直在鼓励他支持他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 画画这个就是Ryan是这么说吧 Ryan是从上幼稚园开始 我就会非常频繁的收到老师投诉的那种好动 就是那种男孩 就几乎真的是每周都一定会有投诉 所以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好动 进不下来的孩子 但是他跟唐老师这么多年 好像基本上唐老师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过他 就是不仅是没有跟我投诉过 他对Ryan也是 就是唐老师本身他对学生 我觉得他对画画是passion 他对教孩子 我觉得不仅仅是passion 他就是能让小孩感觉到 他是真的关心你 因为就是说你再调皮的一个孩子 他其实心里也是知道 谁对他是真心好 谁对他是不好 Ryan因为从小就一直被投诉 所以他一直到现在 他都觉得他和老师基本上是 势不两立的两个团体 所以就但是 但是他从心理上面其实是非常 就他就是从心 他从他不怎么表达 但是他从心理上是非常非常 愿意跟着唐老师的 我们一开始也是有犹豫过 毕竟单兵你去跑去Woolance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每天来回肯定是超过一个钟头的 所以我确实有问过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星期 就路上一个多钟头 我觉得我可以坚持 只要你只要你是真心喜欢 然后对他他就是一直表示非常喜欢 我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观察 就是唐老师他画画 我其实没有比较过外边的学校 但是就是我能我观察到的就是唐老师画画他不会说 比如说这节课我教你们画一个苹果 那就是全部的孩子都必须这节课画一个苹果 就算你今天再没心情画苹果 你也只能做这个作业没选择 反正至少Ryan的经历是我如果这一个月我看着素描我就头疼 唐老师一定会他当发他只要发现因为Ryan自己不太表达 唐老师如果注意到他就一定会去问一下说你如果觉得特别头疼 你要不要先换一个方式比如说先换换个丙烯换个水彩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能鼓励和发掘孩子的兴趣 兴趣最终是可以让你走得更远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激唐老师 这也是觉得我们觉得虽然远但是但是能坚持的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要要感谢爸爸 因为我们家多数时候是是爸爸接送孩子 如果我和爸爸我们两个人都上班嘛 平时平时回来也就也经常加班 回来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太少 就是你回来八九点了他也他也很早很快也要睡觉了 就你跟孩子有效交流的时间非常少除了问功课 所以周末如果来回我觉得来回就算是一个半钟头 如果你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时间跟孩子聊聊天 聊聊跟学习没有任何关系的让他没有任何压力的 我觉得这一个半小时是值得的 你在家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真的是支撑我们登堂老师这么多年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现在到中学了这个亲子时间还高效吗 那中学了实话实说还有效 因为在家他更不跟你说话了 因为他学习他上学的时间在学校的时间延长了 做功课的时间延长了 然后就算没有 平内者他肯定不会来找你说话 你有意的去找他说话他也未必理你 但是在车上关着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你只要不要问你只要不要问让孩子讨厌的问题 就会你就会觉得这段时间特别值得 或者说更值得了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否则的话 他还他不一定会愿意跟你降流 当时我记得在他申请DSA之前 你们也去了好多个学校的open house 帮他选一则他DSA的目标学校 可以分享一些对对 对那个时候那两年我们还幸运 就是学校都还开放 就确实可以进去学校 open house的时候可以去了解学校的很多很多东西 这两年的open house 虽然每个学校都在都非常努力的 让大家了解学校 但是肯定还是有限的 我希望你们明年或者接下来的孩子们 就有机会再回到学校去 那什么选学校本身其实 这样比如说我 我们想好了是想去尝试一下DSA Arts的 你又是男生 你要根据 大概根据自己的成绩段 能short list出来的 其实也只有那么几所学校了 我们当年其实是申请了 除了Victoria 我们其实也申请了NJC 还有RI 三个学校都有去看 那个 也都有去面试 但是另外两个学校并没有成功 就是就像刚才Ry妈妈分享的 按照孩子的那个成绩 小五小六的学习成绩 那个结果来short list自己的目标学校 一般来说是比自己的成绩要分数线高一点的 那样的学校会成为一个目标学校的首选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看孩子 看孩子他在小六之前学习的状态 就比如说我真的觉得比较分孩子 如果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一直都是非常 就是算是比较勤奋比较努力的 已经非常尽力的在学习了 那我觉得你最好是找 就是跟他成绩 基本不相不相上下的 他就是进去之后他会比较舒服 因为并不管你是肯定四年也好六年也好 我觉得都是都是可以说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年 就不想让他过得非常的不好 然后但是呢我也同时我也想提一下 因为可能还会有很多小孩 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就基本上都是这种的 就是从小一到小五他觉得学习是什么 考试是什么 为什么我需要学习 为什么你觉得考试很重要 就但是就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这种的 那说明他可能还有还有很大的那个improve的空间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不妨大胆的尝试一下 比你现在的能比你现在能看到的分数 更好一点的就是更match他能力的而不是match他分数的学项 所以这样他可能会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学习的潜力 因为Ryan在考前PSLE考试前一个星期 他还非常不解的问我说PSLE只是一个考试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然后我 因为说家长们就越焦急了 不是我 但是不是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男生的家长可能都有都有这种 对都会有这种经历 你当你可能平时还能耐心的跟他解释一下 还能都考试前一个星期了 你就很想说啥也别说 紧张不紧张 你就给我考 因为已经男生有的时候是可能不需要讲太多东西 你就说just do it 所以像Ryan同学我记得当时他是成绩属于中上 然后他平时也是那种就像妈妈说的 所以还是有很大潜力 所以当时选的三所学校分数线也都算比较高的 对 那么定下这个目标学校之后呢 就提交了那个美术DSA的申请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下一个呢 就是他当时考试和面试的一个过程 可以分享一下 好 那个就就我们是因为Victoria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我就就主要分享一下Victoria吧 可能那就是男生的妈妈可能父母就可能会会比较适用 他们我们我们当年是这样 就就连今年和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就是说具体的操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我们当年是这样 就是你跟你在那个MOE的那个Porto里面放了申请之后 因为Porto是不可以放任何附件 就就基本上有你最基本的资料 然后就十个空 那十个空格就是还有字数的限制 你就能非常简单的讲一下 还是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比较突出的成就 你想需要讲一下的 或者还有什么东西你想highlight的 所以其实申请的时候 然后学校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Victoria的做法是当他把这个东西 他全部收到了之后呢 他就先筛选了一轮 筛选了一轮之后 他就发email给这些 他第一所谓的preliminary shot list 他发给这些申请的人 就说需要你们交作品集 就是一个scan copy email给他 然后当他看到这个之后 那就是真正的第一轮的short list 然后根据这个 他在short list之后呢 他就会发出邀请叫你们来面试 然后当时面试 我记得第一轮大概有20多个孩子吧 就去了之后就一人发一张卷子这样子 然后大概有三四面 然后就前面写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啊 就那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反正那些是你去参加那种 普通DSA讲座就跟画画没关的 就普通DSA讲座基本上都会遇到的 那种那类的问题跟画画没什么关系 然后到后边呢 我记得他是要做 他是有画一幅画 画一个像我们那年考了画一个只眼 眼睛的 反正就是 然后呢 后边还有一个做手工的 他给你两张纸 然后带一些 他会提前跟你说带一些什么样的文具啊 什么的 然后他给你纸 然后给你个题目 就做手工 之后呢 他最后呢 好像是有在描述一下 你做的这个东西 所以整个考试的过程 有一个答卷 答卷形式的一个好像问卷 学校给的问卷 然后也有一个眼睛的那个创意画 还有手工 都是需要直接看这个孩子的临场发挥能力的 然后呢 还要写写出自己的作品 就里面包含的意思是什么 写个description 也就是说当临场绘画还有表达的这个能力都需要具备 也是一个蛮全面的一个考试 当时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唐老师对唐老师补充的这一点就非常好 我就挺想强调的就是他当时我们那么多人考试 就你会看到就很多孩子 他们真的是拉着几大包 或者甚而至于拉着一个箱子 就把他们的portfolio就带来了 我当时 正式就 非常的大 不是我就是真的是震撼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交上去的十张画 就是portfolio交上去的十张画 是靠邱老师的那个 soft copy的 而我自己的原画是已经找不到的 所以我虽然也带了一个包 里边是少过十幅画的 然后看着别人 就有一些孩子他们是从四五岁的他们都攒着都带 但是就是虽然他们带了很多 我就想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准备 但是其实这些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他只能说明你喜欢 因为老师可能更想看重的还是近两年孩子画的怎么样 但是就从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我可能 这是我自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的portfolio本身summit有多么的好 我觉得那一场考试就是老师真正看到你画的还是做的还是分析的 我觉得那个会占更大的比重 因为这边就是如果学画画的人可能知道你孩子画的那幅画 你觉得 所以当那些选学生的那些老师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是专业的嘛 所以他们也非常知道你拿来的portfolio可能绝大多数99%是孩子自己的作品 但是还可能有很多是有老师的画龙点睛那一笔的 所以他他真正能能考察这个学生能力的还是那一天 就是当场的考试 我觉得他是更看重的 当然当然你们好的作品还是要还是要收好 要充分的准备 同志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 今天有如果有想要向嘉宾提问的 可以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在分享的过程中 你可以把它发送到whatsapp 就是我们给大家发zoomlink的那个电话号码 那个whatsapp给我们 我们会在问答环节让嘉宾给大家的提问做一个解答 那我们就继续讲回他当时的这个DSA的考试和面试的过程 其实当时 整个在那个他考试的过程中 我记得是经历了两大轮的第一轮是可能考试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当场画画和做手工 还有写写答卷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又收到了第二轮面试的一个通知 对就对不起啊我在那个第一轮的我再 差多一句就是顺便想推销一下Victoria 因为我自己是跟着Ryan去了NJC 去了RI再去了Victoria 就是三所学校的氛围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就是在Victoria 就是小朋友们考试考完试 他就就一个一个就把那个东西交上来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所学校 就是他真的是AEP的 他整个学校AEP的HOD 他居然出来跟家长说 如果你们想进来看你们是可以的 哇当然了你知道家长们都 of course 前后就冲进去 这么多年我听过的唯一一句 对对对 他能继续旁听的面试 对因为他那轮不算正式的面试 因为他算是考嘛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意外 就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会这样 就把孩子丢下就走了 就就还好我们这种在门口啥等的 就被邀请进去了 然后这个这个老师 他居然每一个孩子上来教东西的时候 他说哦你们这几个先教了 来过来 他就他就当场翻你们的portfolio 他但他他比较感兴趣的那些话 他会跟你聊天 而且就是聊的不像一个老师 在interview一个学生呢 就是我作为你的一个朋友 对你的话非常感兴趣 我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这样话 为什么会这样 就那些小朋友们也非常的放松 他就真的可以跟老师分享 他真的画画的想法 他喜欢什么 我觉得那一点就是说让老师对学生和学生对老师 就是一个双向的了解 我对这个就非常非常有用 我觉得那是我看过真的是最温馨的interview的画面 对 然后就让人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对啊 你就觉得OK 不管我选上了还是没选上 你觉得这个老师是他就非常尽力的来了解每一个孩子 真的你会觉得作为家长 你会觉得非常的感激老师会花那个时间 他真的是他那天真的是跟每一个学生谈到学校关门 他才不得不把我们赶走 对啊 然后就到 然后这轮完了之后 他们就会去看考卷啊什么的 他们当然就会interview 然后就会到第二轮 然后第二轮我记得他大概邀请了七八个八九个孩子吧 然后第二轮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正式的 我们想象中的那种interview了 就是一个panel 大概有三四个或者四五个老师 学校的领导 然后AEP的in charge的老师 就是那个HOD 然后还有别的AEP的老师吧 然后那个就是比较 比较长外边的什么DIC讲座比较常见的那些问题吧 就是比如说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你有你有什么achievement啊 你想去IP啊你想去O啊 然后就是类似的吧 跟画画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他会可能看一下总的你的表达 然后还有跟其他的同学们 因为他还有放一个小的group 把他们分成几个group 然后给他们一个做一个小的project 看你看你是不是一个team player之类的 或者是在在一个team里边你更喜欢 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吧 所以这个挑选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蛮综合的一个过程 对 看这个孩子的综合的能力 不光是画画 对 那么当时是第一轮是二十多个孩子 然后到了第二轮就剩了七八个孩子 最后然而是拿到了一个 就是到最后 这一轮再玩了 那就是那个出DSA结果的时候了嘛 那个时候我记得 Victoria confirm offer和waiting list 他一共应该是发了五个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 有听说过除了RI和RGS的waiting list 基本上比较难转正 其他学校 拿waiting list转正的机会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在其他学校的很多confirm offer 也会有人会让出来这个位置 所以他发了五个 但是最后真正进去的 应该是只有两个 因为他们是分在同一个班的 因为他们是分在同一个班的 而且当年Victoria School收的 从DSA录取的这个同学 ART DSA录取的同学 就是包括Ryan的两位同学 对 那其实几率是非常小的 是吧 我觉得其实就算是 就算是还有人没放弃 我觉得他最多也只是会录到两三个 虽然就是真正有open house的时候 你去问老师 因为我们就问过 老师是永远不会告诉你 他会真的录几个的 是 对 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录几个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基本上 就是像Victoria或者RI这样 像RI那年 据我所知就录了一个 我们学校 反正最后是拿了offer去的 只有两个 能突破重围 最后也是一个 运气 运气 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这样成功案例 其实是 我记得当年 跟你们一起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 那种过程真的是跟你们一起很紧张 就不断 要 又要考试 又要面试了 然后又要交集的等通知 对 尤其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都靠那段时间的 确实是不容易 折腾了好几个月 然后心一直悬着 等到之后 也拿到的只是一个 waiting list 心里还是悬着 直到PSOE成绩出来 的那一天 你会拿到那封信 看是不是 confirm了 所以这里就有蛮多家长 想问的一个问题 关心的就是 这个经历投入了多少 我是不是值得花这个时间 去拼这个DSA 我 今天我还 我永远会觉得 你要看自己孩子的情况 像比如说Ryan 老实讲Ryan 在画画上花的时间 不算特别多 因为毕竟我们特别远 我知道热爱画画的孩子 尤其是现在的 有些孩子每个星期会去画室 两三次 甚至于三四次这样 但是Ryan 从头到尾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只会去一次 是因为远 我们平时工作时间也不太方便 而且因为我们开始准备DSA 比较长 是不是 是吗 他一次的话 其实也是一次就会待 三个钟头肯定会待到的 对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DSA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都小五了 而且都不是小五的开头 不然我不能丢了那么多话 就是 然后又加上Ryan的情况 是他一到五 他都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考试很重要的这种孩子 就到了小六 我就觉得 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 行不行 我知道 唐老师这边有那种 非常非常稳的那种孩子 他一直到小六考试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 至少来一趟两趟的 但是像Ryan这种已经荒废了 荒废了五年 那你到第六年到考试之前 你一定要想好了 DSA 你想你想去的这些学校 DSA他只招一个两个 我觉得非常lucky可能招到三个 所以 你只能尽力做准备 但是赌这个 我个人觉得赌这个是肯定不划算的 最终能靠得住的是PSLE的成绩 但是有如果孩子又喜欢 那我觉得真的也是应该尝试一下 是 所以有关 有关男生如何选学校 女生如何选学校 像这一类关于DSA具体的是什么 这个会在我的第四讲讲座里面具体分享 可能现在你听 有些同学 有些家长如果不是很了解DSA的话 可能会说会听到 比如说waiting lease AEP这样的词汇 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我在第四讲的时候 都会详细的分享 那么当时Ryan他经历了这一个之后呢 所以他就作为DSA进去 这个中学之后的同学 他会自动成为AEP的一员 那么于同一届他收了两个 然后这两位美术DSA进去的同学 就直接进入了Victoria School的Art Elective Program 就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课程 他需要4年的时间 那你就介绍一下他这4年 现在他是中二 他整个目前的学习的过程 AEP的学习过程 好 就非常简单的带一句 就是通过DSA进去的孩子 他就是自动就进了这个AEP的Program了 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欢画画 也非常喜欢这个学校 但是不幸的没有拿到DSA的名额的话 你还是可以考进去 因为在他AEP是中学开的一门课程 就是你喜欢的话 多数人其实还是进了中学之后 参加一次考试 然后就他通过那个考试 你就会有资格选这个AEP 这个课并不是一定要DSA成功的 才能进了AEP 这个可能就 就是不要放弃说 哎呀那我画了半天画 我也进不去AEP 其实AEP里边 大概他们这年级十多个人吧 只有两个是DSA进去的 剩下十多个都是考进学校之后 再申请的 因为他就像一门课程 就多学一课 大概像 大概像 比如说他们中学 如果那个学校本身offer的是 九门课或者十门课 别的孩子就修这九门或者十门 那你如果有AEP 那你就是多修一门 考试也多考 比别人多考一门 还有一些孩子到中学会去选三外 这呢也是像 这个AEP就是像三外一样的 就是他又多一 就再多修一门课程 那个他需要你 肯密的时间就是 比如说现在Victorian 他们中一中二 是每星期上两个下午 两个下午都会再安排 多一节AEP的课 就两天加起来 大概三个钟头吧 偶尔偶尔的中一中二 对AEP的那个肯密们 不会太多 就是偶尔偶尔 加期的时候 他们会回去 在比如说上一两天 两三天的那种课程 但是如果就是普通的 就是大概一个星期 多三个小时吧 但是到了中三中四的时候 尤其是中四 可能会比较需要 肯密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他就像 到中四的时候 他就像是你需要考 O level需要再考去考一个 不对应该这么说 就是到中四的时候 这个东西有 其实是要有一个毕业考试 不管你是上了O 还是上了IP AEP你肯密的只有四年 那就是你要有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然后这个Project 需要花多少时间 那我自己现在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看可能 跟你要做的Project 很有关系吧 对 每个结业考试 最后的 交最后的一份AEP的答卷 对 会打分的 记录学科成绩 对对对 就是他学呢 就是说他会学 继续学画画 然后呢 也会学一些美术史 或者美术作品的分析 就是他其实是 介绍 其实要学的东西 还挺多的 但是就是如果 比如说孩子特别喜欢的话 他们算成绩的时候 就是他的好处是 他算成绩的时候 他们可能比如说 Core Subject 他是必须算的 但是不是Core的 比如说文科类的 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中学之后不太管的了 那个比如说文科类的 你要选一科或者两科成绩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历史成绩 和AEP成绩拿出来 哇 AEP显得比历史容易考一些 就比较容易拿高分 如果你非常喜欢的话 那你就会拿AEP的成绩去 去算那个文科分 所以也有他的好处 好的 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当时 Ryan的作品 我们看一看 在他小五 小六的这段时间 他绘画的水平和情况 这个是 您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 这个是Ryan画画的高光时刻吧 当时 当时那个 王瑞杰部长 他刚好是分管我们这一区的 他去 他去那个Ryan的小学 去做一个校庆 然后 对 Ryan被学校选了 要画一幅画 代表学校送给 送给 部长 当时 Ryan是如何被学校老师发现 他有这个才能的 哦 对 这个还真是 真是一个巧合 因为Ryan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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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的人 低调的 他善而至于 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喜欢画画 或他会画画 但是就 就是 小五的那个 教师姐 他可能真是被逼急了 因为实在想不出来 可以送什么礼物给 给老师 就 那年他忽然很开窍 就说我要给 每个老师画一幅画 他就 真的是 给每个老师画了 画了一个 简单的画 就送给各科老师 然后 老师真的是惊呆了 因为 然后说 原来他会画画 然后 对 然后就 就这样 突然被 发现了 对对对 就突然被发现了 嗯 所以就因为那一次老师的这个惊喜 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物 然后老师在那个玩乐节部长来参观 来学校访问的时候 那个学校就非常积极的 呃 交代 Ryan 准备一张拿得出手的作品 所以这张作品也是确实是他小学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张作品了 嗯 所以我在这里想 呃 要记一个重点啊 在学校 呃 不能这么低调 是的 哈哈 也 呃 尽量通过教师节 呃 或者是别的机会 也让你学校的 各位老师知道你的才能 因为这会在 这会增加你在学校 呃 这个美术才能 被展示的机会 嗯 因为近两年的情况是 呃 这个这个 后续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在第四讲再详细分享吧 就在学校你的美 你的这个美术才能 呃 呃 他的获得的承认 获得的认可 呃 其实中学也是需要看的 呃 呃 这是他小六的这幅作品 非常的棒 嗯 这个作品的 大小 其实 他是接近 A2的一个尺寸 蛮大的一张画 他用马克笔 和水彩 结合在一起 因为 RUN他特别喜欢画 线 线描 他那个时候就 呃 特别爱画城市风景 建筑 是他画的最拿手的 他整个 我还记得当年 这是他画的第二张 第一张被他 着急麻花的就画毁了 哈哈哈哈 第二张 重新画一张 也是速度非常快 那就他画线描 这方面真的是 一直都呃 非常的强 呃 这也是他的另外一张 城市风景创作 呃 用的是 马克笔 他 这这全部都是他脑子里的画面 就他的创意 他的那个想象力 就他的画面直接是从 没有任何参考图 他就从他的记忆 他的想法里面画出来的 颜色也是他自己图的 呃 就觉得 你看 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细节 就老师没有 根本就没有动手参与 就是呃 这也是一个接近 A2尺寸的一张 呃 马克笔的 那个城市风景创作 嗯 但是我们就 就每次 他的一些画就给我们很多惊喜 嗯 这个也是 就他画了一系列的新加坡的那个城市风景 因为 呃 在呃 他准备作品集的过程中 我们就特别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不一样 Ryan的特点就是 他画城市风景建筑非常拿手 就好像天生就会那种 所以 所以这个这个不是照着临摹的 他都是照着图片 就是 他自己拍的或者是网上找的那个风景图片 自己呃 就就随手就这样画出来的 嗯 这个画的是美术馆 还记得吗 就他的笔触 呃 很有意思 很有趣 呃 这个是他画的榴莲壳 然后他同时也准备了很多的丙夕画的作品 嗯 他很喜欢大海海景 然后他最近呃 在中学的时候他也画了一张海景 我觉得进步非常大 你们可以看到当时他小五小六的时候 对丙夕的这个掌握程度 啊 其实 怎么说呢 呃 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一个丙夕画的作品 这个也是他的丙夕画作品 这个呢 也是他呃 小五小六的时候他做的基础练习 呃 呃 素描练习我们都会从最基础的开始 然后会越来越复杂 呃 这都是呃 小五小六准备作品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基础训练 呃 呃 那然后呢 他近今年的作品 我们也欣赏一下 他已经长大了 从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 当时他那个胖胖 胖乎乎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青少年 呃 这是他画 他很喜欢画丙夕和油画 这是他的那个油画作品 呃 嗯 他就偏爱带水的 嗯 这是莫奈的一张风景 他的临摹 然后这个是一个风景画的临摹 这个是用丙夕呃画的 是他今年初的作品 啊 你看看这张 这张海景 成熟 这个这个风格就成熟了很多 就和他小六的时候的那个海景的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嗯 他拍照一直都是这个眼神 哈哈哈哈 他了解他了 他他其实上课没有这么痛苦 哈哈哈哈 是非常开心的 只是不能让你们看出来 就是他能隐藏自己的情绪 就像他隐藏他画画的才能一样 嗯 然后他在中学期间 就这段时间也练习了很多素描 然后突然就觉得他的素描 底下提高了很多 我觉得呃 对素描的这个提高的过程啊 非常快的阶段是他终于能够领悟 有关空间有关结构的这些知识 大部分都是在中学突飞猛进的 所以他今年的素描进步真的非常大啊 这张白菜也画的特别好 嗯 就是就看到了他的成长一路 到现在还在继续着 他们还在每个星期从丹宾里跑过来 嗯 确实又是一个真爱绘画的孩子 嗯 好 那么现在就到了 呃 问答环节 我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都有呃 多少提问 嗯 嗯 嗯 好 嗯 呃 我我就开始提问了 然后让请教宾回答 很多人说新加坡是文化沙漠 学画画包括其他艺术领域 呃 一定要去留学 才会有比较好的就业前景 能不能分享一下爱画画的孩子 以后的就业前景 啊 这位父母想的会比较远一些 那嘉宾怎么看 这这个问题我觉得 其实唐老师才有资格回答 呃 就就我本身 我 我我一直跟唐老师说的也是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没有艺术天分 我一直说我是一个艺术绝缘体 所以如果我在我孩子身上发现 他居然能画画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去 我根本不care说他以后会 是不是会呃 走这条路 而且我其实以我现在对他的了解 呃 大概率他不会 但是我觉得 他就算以后变成一个存理工男 我觉得他他画画 弹琴 这些经历 而且是因为他爱 我都觉得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羡慕他 因为我觉得有艺术天分的人我会我就觉得他们的他们的人生就比我丰富很多 我真的是非常嫉妒他们这一点的 所以如果比较专业的那个方面 我确实没有能力回答 要留给唐二师 哦那好吧那我的观点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学的这些兴趣爱好和才艺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锦上添花 呃 你不一定会走这条路 就是最后 呃 学生当中也有学得很好 画得很棒的 但是最后 最终他会选择这个作为他的专业或甚至是他的职业的 其实那样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那个要就是真爱 越来越爱 然后一直到了中学 甚至JC 或者Polly或者大学的时候就认定了 当然我也有这样的学生 他就认定了 他就是要做艺术家 那那个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学艺术来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生的一大兴趣爱好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嗯 能够自娱自乐 也能够嗯 给人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兴趣爱好 大部分人 我觉得嗯 他可以作为一个技能伴随自己一生 一个兴趣爱好 会很享受 嗯 也有人说退休了也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嗯 就业前景真的要走专业的路的话呢 嗯 当然你去 嗯 国外留学 会学得更专业 嗯 那个是 我觉得那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新加坡必须 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呃 艺术教育资源这方面 其实呃 对于到了高等教育这方面就已经比较少了 选择就比较少了 嗯 好 希望这个回答了你的问题 呃 有一位问 提交portfolio都是要有很多奖项吗 Victoria是其他的几位放弃了吗 嗯 提交portfolio 不需要奖项 虽然Ryan那个时候 他跟唐老师学画画的过程中 嗯 有去参加 嗯 一些比赛 那个就 就 也不 不需要特别的 反正唐老师跟着他上课 他就这段时间有比赛 他就会跟你讲什么的 嗯 他确实是有拿过 那个奖 但是嗯 我 据我呃 据我所知 新加坡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说 对DSA申请就非常 非常recognized的一些奖项 或者一些比赛 至少我是我是不太清楚这一点的 嗯 显然他没他一点也不影响 他申请学校 我觉得就是他 他希望看到的是他 他的portfolio 那些你认为比较好的 都可以呈现上去 还有他非常看重的是 我觉得当场的那个考试 嗯 当场的临场发挥 对 之前获过的奖项 那个更重要 对 因为 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说 我交不出那 我拿不出我的那些原话 所以我其实当时心里非常的忐忑 我觉得嗯 太对不起了 就因为我没有没有收拾好画 他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 我确实有这么想过 所以当时他那个 呃 我们见到那个老师 就DSA已经offer发了 然后见到那个老师的时候 我我当时确实有机会 我问他来着 他跟我说 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 Ryan当场做的那个手工 嗯 具体做的什么 我确实也不太记得了 两年了 他说他非常非常喜欢 他做的那个东西 然后什么的 所以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考试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嗯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Ryan的妈妈 平时他在家会自己画画吗 DSA的面试怎样准备 嗯 他平时在家 在家 我不一定会画画 但是 上什么课都在画画 所有的书本子 考卷 上面应该都是画 但是 在家他 他应该也画 但是他 并没有抽出很多时间来说 今天我要画幅画什么的 他有心情的时候会 但是我们没有 就是我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是一个兴趣爱好 并没有 呃 非 非想让他再花更多的时间 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 喜欢就画 不喜欢 然后就 可以 不要太逼的那种 好的 嗯 那DSA的面试 是 有陪他一起准备 DSA的面试 嗯 因为 呃 我 我 我可能 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个时候问过什么问题 因为 这个DSA我们 就是外边可能会有一些 特别针对DSA怎么回答的 那种讲座 你不妨可以在 在了解美术DSA之上 可以再去了解一下那种的专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面试他就会非常 我觉得算比较简单吧 他说 嗯 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你有什么achievement 他就会说最好跟画画没什么关系的 然后他还有问说 你能为Victoria做点什么 以后 呃 如果你进来 然后他还问说 你有 呃 有战胜过一个什么困难 说 What is one thing you overcome how you overcome it 就是那种非常 非常typical的 DSA的那种 那种问题 对 好的 嗯 那么下一个就是 假设孩子喜欢画画 还喜欢其他一项兴趣 小五小六选两项参加 是不是不太合适 嗯 哇 这个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 反正 反正 像我介绍的 我儿子 到小六的时候 就是真的得学习了 我觉得他当时 能兼顾画画 我觉得就挺好 但是我知道 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孩子 他们他们不仅能画画 还能弹琴 还能上奥数 还能打水球 嗯 对 而且成绩非常好 所以 我没有办法回答 对 嗯 我想打个差的就是 嗯 提一下 嗯 那个您的 Ryan的弟弟Daryl 他又是 一个DSA的 怎么说呢 即将成功的案例 也分享一下吧 嗯 好 那个 小两岁 也是 对 我们家弟弟是今年PSLE 嗯 他 呃 他拿到了华中的 waiting list 然后 是 他 他是 他可能比较随我 没有任何艺术天分的 他 嗯 所以我是 我一直都跟他说 孩子 你是没有办法 像哥哥那么幸运的 一定要好好学习 靠自己 一定要靠PSLE 我们没有别的出炉 嗯 但是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 他 他有的时候 会给你surprise 这个 我 我们家老二 这个 确实是 他是有惊到我 因为 我一直到今年年头 都是在 跟他讲这样的话 而我 基本上从去年年头 到今年年头 就基本上在跟他撕扯 他应该学习 还是应该玩电脑 这件事 嗯 因为我们非常反对他 花太多的时间玩电脑 因为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玩什么 关键是 然后 但是这个小朋友 他大概在DSA申请前 一个月吧 他自己去上网了解 就他肯定心目中 是有几个学校的 他去把他自己心目中的学校 去了解了一下 他发现 华中有Info.com 他说 妈妈你知道吗 我Info.com还不错的 我就 嗯 我也不是一个 我也不是一个 对电脑了解太多的人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做了 好多东西 我说那好吧 既然你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尝试了 你自己要喜欢这个 你可以去试一试 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 你曾经送他去补习 你曾经送他去奥数 他都没有上课 他都开着一个Zoom 在那边 放自己一个video 再跟老师上课 然后他就在旁边 就开始偷偷的 他的IT的知识 90%都是 在偷偷上课的时候 在YouTube学的 然后他就 对 然后他去申请DSA 因为他IT的那些好多东西 我确实不太了解 所以那些 包括填表格 他都得自己填 我只能帮他检查一下 有没有语法错误啦 spelling的错误啦 什么的 然后我就 我也有反省自己一下 就是说 如果一个孩子 他真爱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 先不要 跟他说 no 是不是 是不是更有效地 引导他一下 就说让他 不需要再偷偷上课的时间 去用YouTube学 学IT他可能会 会把它manage的更好吧 但是 这个弟弟的 弟弟就是 自己做了家长该做的各种研究 选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确认了自己的才能 是适合走InfoCom的DSA 然后 妈妈登录了SIMPath 自己给自己报了DSA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 考试面试 然后拿到了华中的waiting list 对 所以这个补充一下 就关于 关于择校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如果 如果你的孩子 是 是 还比较 就是说 愿意做这件事 就像我们家老二 他愿意自己去研究 他喜欢的学校的话 我觉得 带着他一起 确实是比较好 当然像我们家老二 他不需要我带 他是自己去研究的 他 我一直都认为 他是华语非常差的一个孩子 我一直都认为 如果他行的话 他一定会去考RI 就是 在华校 从来都不在 都从来不在 我们的 设程范围 但是就是 因为DSA这件事情 他就 他自己上网查了很多 关于 关于 华中和 RI offer的课程啊 他的CCA啊 他什么关于InfoComm的 当他自己比较了之后 他居然跟我讲 他说 我就要去RI 我开始学华语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对 就 对 决定了去 而且是 深深的 看到了这个 华中InfoComm的 那个魅力 他可能还没有看到 华文有多难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 一个案例 就是妈妈丝毫没有任何准备 还在不停地阻拦 但是孩子竟然通过这个DSA 拿到了未定例 真爱是拦不住的 是的 所以 兴趣 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好 那么继续 我们回答问题 DSA的Confirm Letter 是PSOE考完了 才能收到 是吗 如果他 如果学校本身 就是马上给的你 就因为他发Offer的时候 是一个Confirm Offer 或者是Waiting List 或者就直接Reject 如果 但是这三个 通常都是在 8月5月9月中 他又给了 然后但是 就是那些 那些牛娃们 他们可能自己 就直接手握三个Offer 通常在 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 他会让你就是 填个志愿 比如说 我也有可能 就只有一个Offer 但是我选择不去 你也可以填不去 或者有三个Offer的 你要在你的Offer那边 排个队 但基本上 只有第一志愿 还有用了吗 就相当于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 就 Confirm Offer的人 就是 其实就是在 8月 8月尾和9月初 你就是真的 确实知道了 你只需要选 你想去那个学校 如果你是拿 Waiting List的话 那就是在 PSLE给你成绩的 那一天 你会再多收到 一份 一个信封 另外那个信封里边 就告诉你 DSA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的 Waiting List 有没有转正 所以Ryan同学 是到 PSLE成绩揭晓的时候 才收到这个 Victoria的 这个 兄弟两个 都是一样的路 玩的都是 好 弟弟也是 对 好 Ryan的话 是自己构思画的 有没有老师知道 唐老师啊 是有老师 好 Ryan画的好 是不是因为 素描功底特别好 学过多长时间的素描 他的素描 那我来回答吧 来回答吧 他的素描 基本上 是从小五 才开始学的 素描功底 是一部分 他的创意化 也很棒 请问 这个同学 是什么时候 开始显现 绘画天赋的 从小 怎么开始训练的 我的小孩 K2 孩子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 就知道是可以走 RDSA了呢 K2 我建议这位家长 等到小孩 等到小孩 小二小三的时候 好好的观察一下 他热爱什么 因为其实绘画 它是有一个 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小孩子 他的成长 他的心智 他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 成长阶段 是跟他的这个绘画的表达 很有关系 他现在还是一个 这个 这个我留到第四讲 再分享吧 就是孩子的成长阶段 和绘画发展 他几岁该学什么 就是我收到过 很多次的提问 好 我第四讲 再分享这个问题 收到第一轮面试的时候 需要提交画策吗 刚才其实 其实Ryne Mama有说过 第一轮面试之前 学校就安排 看画策了 但是我要说一句的就是 近两年 每个学校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每个学校也不一样 近两年的政策都在变 所以也要以当年的为准 AEP录取老师最看重的是什么 创意 技法 热爱 还是综合以上 我认为是综合以上 就是都有吧 对 但是 对 我觉得是都有 因为如果你只是热爱的话 他也不需要经过一次考试来筛选嘛 因为你毕竟就中学生还蛮忙的 你一个星期抽出至少三个钟头 去上这个 多上一节课 再加上你还需要多考一门试 因为这个是一个 他是多的一个课 他跟CCA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我觉得他都需要吧 有人很好奇 你家弟弟能拿到华中未听力 成绩应该不差吧 他的 还好 谦虚吧 不是这个问题 DEP的同学 成绩一向都不错 很聪明的孩子 他能够自己给自己安排好DSA的路 这个能力是可想而知的 他安排不了自己的作业 但是他能安排DSA 请问 Victoria的AEP会不会涉及到Digital Art 什么Procreate啊 电脑化的那些 这个我觉得 最好可以 就是你可以就是 如果 因为今年刚过嘛 你可以在明年的时候 或者你甚至于可以打电话 或者写E-mail进去问 他们 他们 现在到现在为止 他们没有学过这 还没有学过这一方面 但是比如说中三中四会不会学 我不知道 但是 反正我那年面试的时候 那一帮孩子 没有人呈现这样的作品 嗯 好的 嗯 呃 请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这是回答的 最后一个问题哈 家长 请问家长 孩子做手工的技能是怎么练出来的 这个 这个Ryan是在家里 这个我 我确实得说 他 这个我觉得他是热爱 这个我觉得唐老师应该可能记得 就Ryan他 他确实他就喜欢动手 嗯 他非常喜欢动手 他小的时候非常动手 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乐高玩具 然后他我们家是买了无数乐高 他拼过无数无数乐高 但是他就是如果说 就说跟阿斯有关的这方面 他就是非常喜欢坐飞机 不是我们折的那种手工的飞机 他就是那种飞的飞机 他是会不停的去YouTube上面去找飞机的 就是不同飞机的类型 什么777 什么380啦 747啦 什么就各种飞机的类型 然后他就去把那个样板打印出 打出来 然后就不停的粘 我们家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飞机可以铺满整个客厅的那种 就飞机到最后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summit 就比如说portfolio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很少会有人 对做这种的飞机非常痴迷 但是我们当时都是当玩具玩了 就是弄完了也基本都扔了 因为都是纸的嘛 也不太好收 对又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 有类似的爱好 你们可以考虑收藏 收藏或者至少拍照 嗯 但我觉得能 能在小五小六的时候 还允许孩子在家做手工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会疯掉的事情 我记得他花了很多时间 打印那个飞机的纸 然后一张一张的粘 粘的那个手工 其实费很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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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时间 对 甚而至于买了一副那个 你就老师的修表 修中表的那个眼镜 因为只有那个才可以看得非常的细嘛 可以看到小的 可以放大 对 所以说Ryan他其实 他临场能够有一些 那个能应变 能去经历那个面试 他的手工给老师很深的印象 其实也是跟他多年在家叠飞机的经历 没有很大关系的 也就是说家长其实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他 做很多 看起来很 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情 对 是的 有时候孩子很喜欢画画去YouTube学 看美术书就是不想跟老师学 很反叛 怎么办 像这个呢 我们第四讲的时候再分享 这是有关一个孩子的这个 就美术教育和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会在第四讲详细的分享一下 就从美术教育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孩子的这个过程 好的 那今天也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回答回答完了 那么非常感谢Ryan妈妈花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多 他就就这两场的讲座都非常巧合的 都是有两个孩子 然后两个孩子都经历了这个DSA的过程 我相信对很多家长也是有启发的 如果您有什么听了之后的感想 你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一下 发给我们 我们继续讨论 因为下一个星期五 还有星期六 我们还有剩下的两场讲座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讲座让大家更了解DSA 关于DSA的具体概念 选学校 还有孩子的学化过程 经历这些我都会在第四讲详细分享 那么下个星期五呢 我们就会请到去年 搜他的成功案例来分享 他一个女生 他选择DSA的一个过程 选择还有经历面试考试 和最终被录取的一个过程 我发现这三个都还蛮有代表性的 也可以给男生的家长参考 和女生的家长参考 还有给不同的DSA的案例去参考 非常感谢 那么最后 人类妈妈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给各位即将备考 DSA的家长们的一些建议和心得 首先就再次感谢唐老师和邱老师 组织这个 然后也谢谢大家一晚上听我这样 啰嗦这么多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两个DSA 第一个是虽然没有很早准备 但是也至少是在小五的时候 有这个意识准备了 而第二个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surprise这种 所以我是想的是 当你走完了再回来 再好好看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 多花一点时间 冷静地分析一下孩子 到底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对 然后 就是既然他喜欢画画 我觉得 能通过DSA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学校 那真的肯定是每个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DSA申请 我觉得画画本身就是我又在艺术绝缘体 非常羡慕这些有艺术天分的人 我觉得只要喜欢都真的是应该鼓励他们做 但是千万要记得只有PSOE的成绩才是搞得住的 是的 因为因为DSA申请的过程我觉得 不可控的因素多过可控的因素 所以 只能就是做好准备 是的 这是最后总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DSA我们只能用 怎么说呢 用最大的努力 尽可能的做好准备 但是最后 还是要在PSOE上花最大的精力 因为DSA确实是一个 你看 悬血 就是无法量化的东西都太多了 无法掌控的一些机会都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讲座 能够给很多的家长一些启发和参考 好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我们的zoom link 是四次讲座都是同样的一个link 不会变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等我们发链接 这个链接会持续到第四讲 好 我们下周五再见吧 谢谢Ryan妈妈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给大家的参与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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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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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